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美丽永远停留在了这张64年前的照片当中 就像我在2020年8月17号第87期所提到的两个台湾名人 李登辉百岁高寿 罗佩颖半百而逝 前后对比简直就是再次复述了一遍安娜卡列尼娜的一句话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 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幸 首先 无论大人物还是小人物 人都会变老 都会害怕孤独 卸下功名利路的外包装 都是个普通人 都会经历孤独所带来的焦虑感和无助感 而且地位越高的人 落差感也越强 梦露生于1926年6月1号 女王生于1926年4月21号 1956年10月 也就是64年前 女王接近了和自己同龄的梦露 那年他们同事30岁 照片中的梦露穿着低胸肉肩的礼服前来聚会 对女王款款而行 屈膝礼 插曲就是 女王旁边的那位男士 眼睛都直了 一直盯着梦露 证明西方大多数的男人都喜欢梦露那样的好身材 当时没有人能从他们如日中天的外在风采中 读出他们内在的命运密码 结果六年后 梦露便香消玉允 六十年后 女王继续影响着世界 甚至似是同堂了 身材和美貌都完胜女王的一代女神 命运却完败 梦露因为过度的焦虑和失眠 让年轻的生命永远停格在最美的风华 第二 独居的西伯来文 一作单独 有分离甚至疏离的意思 更有不完整的含义 意计单独的人是不完整的人 自古至今 犹太人都认为 孤单的一个人过日子 不是真正的生活 所以他们超级重视家庭生活 犹太人作为上帝的选民 对孤独的诠释也相当有深度 他们感觉每个人隔一段时间 就会被孤单的感觉包围 并会持续一段时间 甚至终身被寂寞所累 孤单的果子是痛苦绝望和难过 而且会吞食人 它会紧抓不放人 让人费尽气力也难以逃脱 所以无论服药过量的梦露 还是服药过量的罗沛影 都是想通过服药 远离孤独的果子 摆脱孤独的纠缠 结果反而被药物所吞食 被孤独所吞食 第三 科学家证实 孤单是美国人主要死亡的原因之一 更是导致心脏病的危险因子 有一种叫HDL的高密度脂蛋白 是指所谓的健康有益的膽固醇 它能保护心脏 而医学发现孤单的人通常HDL极低 所以接触社会极少的人 得心脏病的几率都会比热衷家庭的人高出3到5倍 简言之 孤单不仅损害人类的身体、情感、心灵 更会加速死亡的脚步 第四 法国的梅黎伦说 孤独是已经死去的一切 仍存在于我们心中的一座活坟墓 所以我说 孤独久了 人就真的彻底掉进了内心的坟墓 所以习惯在孤独中寻找快乐的罗佩颖 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自己掉进了孤独的坟墓 无论梦露还是罗佩颖 这些钱多的都不知道怎么花的名人们 生前多么风光无限 走下舞台的他们都需要孤独的排解和心灵的慰藉和陪伴 如果没有有效的陪伴 那心灵深处就只剩下那座射魂的坟墓了 因为一盏烛光的摇曳 永远照不亮空洞的房间 所以李登辉在全家人的守护中安详离开 所以罗佩颖在无助的挣扎中撒手人寰 这是每个人的选择 也是命运的编排 两千多年前 帕拉图在会影片中写下了一个预言 说 人其实是被批成两半的不完整的个体 所以我们的一生都要去寻找另一半 可能找到 可能也找不到 这个预言有两层意思 第一 孤独是人类的本质 第二 爱与被爱是一种生存的力量 如果梦露或者罗佩颖 都能在有生之年找到另一半 生如下花的他们 都难免会成为百岁的李登辉 或百岁的英女王的翻版 您说 是吧 三文家黄秋云说 人生的痛苦是无穷的 它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 但其中最可怜 最无可挽救的痛苦就是孤独 就是永久没有一个伴侣 我心诚然 也愿陪伴我在YouTube中成长的好朋友们 都能够远离孤独 拥抱 长寿 如果您觉得此文有用 欢迎在评论区中打入一字 如果您觉得理解有误 可以打入二字 如果有更多的见地或感慨 同样欢迎您多多指教 我说 蝶有采意 共天地 心生鸳鸯 红尘密 万路千金 带步走 就与心知 寻真意 2020年8月23号 李新闻与您一道师和远方 如果您已经点赞 您就无需考虑点击铃铛 因为新闻每一天 天天在眼前 如果您已经评论 您就无需考虑点赞支持 因为评论每个字 字字是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